政府机关因为资安考量 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全面禁用中资通讯产品 但是现在还是被立委发现有漏洞 时代力量立委在脸书发文 说他最近收到了行政部会国会联络人传来的专案报告 但是这信件内容却显示是从我的华为手机传送 呼吁行政院应该要重新全盘检查注意资安漏洞 对此行政院则表示目前还在掌握状况 在公务机的部分因为仅限于公务使用 但是私人用途的部分恐怕是没有办法强制禁用 拿着华为的手机就没办法登入公研院的无线网络 这是防堵中国资通品影响资安的方式之一 但原本已经禁用华为手机处理公务的行政院 还有人在使用吗 这已经很多年前都如果都没有使用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收得到 时代力量立委王婉玉收到行政部门 国会联络人的专案报告 信件内容显示由华为手机传送 就让他相当错愕 那我觉得自然风险其实更需要谨慎 尤其是这个国会联络人的手机 其实是里面有很多个人的资料 包括说立法委员的资料 他们其实应该都有联络方式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让人担心的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审慎的来做检讨 国会联络人用华为手机 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查证 不过如果是私人个人的手机 我想这个部分会是不再禁止之列 但是我们会来预意劝导 其实多年前政府就不断表示 公务机不使用华为 去年四月各机关对危害国家 自通产品的使用原则里 更明定中央地方相关国营事业等 全面禁用 但行政院说仅限于公务机 私人部分恐怕没办法强制禁用 记者傅舍涵林凯军台北报导 背景很重要 请好好看 我愿意逛